我们来看这一题,如果A点坐标-1k,B点坐标-23,再直线L,方程式2s加3y-1等于0的预测,则k的最大整数值为何 要听一次呢,那么首先我们把A点坐标是-1k,我们把它带入这一条直线方程式,我们来求它的函数值 所以2乘SS4-1,那么因此我们得到4-2,加上3y-4k,那么因此再加上3k,再减1 所以计算求得它的函数值是3k-3,那么一样我们把B点坐标-123,我们也把它带入直线来求出它的函数值 那么2乘SS4-2,所以得到14,3乘3,那么这里得到49再减1,那么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42 那么求得两个函数值,那题目说呢,AV这两个点在直线L它的预测 所谓的预测的意思,那就是把这两个函数值,所以就是12乘上3k-3 预测的意思,那就是相成绩要小于0,所以两边同时除以12,我们得到是3k-3要小于0 所以我们就求得k的值,就要小于1 那么求得k的值小于1,所以我们在坐标平面上就来画一条竖线 那么关键点的地方是1,所谓的小于1就是不含关键点左边的区域 那么因此呢,左边,这边都是我们的结果 但是题目说呢,k的最大整数值 所以呢,1的左边最大的整数值,那么就是0 那么因此呢,题目要求最大的整数值为多少 我们计算结果,那最大就是0 那么选项呢,B是0 那么因此呢,选项B就说我们的答案 我们要说我们的答案 的 tijd